Viva 你為什麼想參加這個網路行銷班的課程呢 其實網路行銷學了很多 Viva發現從商品規劃到廣告文案甚至到流量推廣 真的不是短時間可以學會的 所以之前都是一段一段學 那沒有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有時候是一知半解 那因為一知半解只能去幫別人推廣商品 我只能做這其中的一部分 譬如說我去幫一些商品在做流量推廣去賣商品 可是畢竟商品不是自己的 所以我只能一再的重來 這個商品做完以後等接下一個商品 我要再重新去推廣它的流量 那我希望透過這次八週的實作 去推廣黃金顯的商品 可以讓自己擁有商品可以去推廣 不會再歸零 我過去學了很多網路行銷技巧 那這五週讓我學到如何把它串連在一起 如何從無到有 還有就是說以前在網路的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自己一個人在做 可是透過這裡是有好幾個人一起來學習 所以我們可以團隊運作 那不只是在學習的部分 在人際溝通上甚至互相合作上面 我覺得對我幫助很多 我學會了如何去駕站 我學會了如何用我的電子信系統 那我學會了如何去有效地經營自己的部落格 那我學會了如何把流量帶入我的部落格 再引入我的官網裡面 那我學會了如何透過知識家 去讓我的搜尋量往前 讓我的網站曝光 那我學會了如何透過書籤網站 讓我的文章去曝光 其實我希望我在網路行銷這部分 希望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在工作室 在網路上工作 也許我這個月我住在花蓮 也許我這個月我住在泰國 可是透過網路我希望有無國界的去工作的方式 那畢竟我覺得人的生命有限 我們可以去體驗各地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我現在已經是 一年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在做這樣的 在外面這樣做的事情 那我希望我可以把這時間 可能朝一年有四個月 我可以不用在公司工作 我可能可以在外面工作 到最後甚至一年 整年都可以自己在網路上工作 網路行銷 月娥班 讚 馬路行銷 沈沙 社會 港人 入獄 水 杏